好 各位同工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 利用Poll App里面的Chatboard 去帮老师改功课 就像做一个改功课机械人那样 这个可能都是很多老师多年来的盘博 就是如果我们改作业 有人可以帮忙 或者有些科技可以帮忙 例如打分 比评语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喜讯 好 先看看这份功课 今年我教中一就是三班 甚至一百个学生 每年我教中一电脑的时候 每一堂都有功课给学生做 譬如今次这个就是 现在用Canva 学生做一个Personal Introduction Poster 就是做一张Poster 介绍他自己 中一学生是新生来的 基本上我想认识他们多些 叫他做Poster介绍自己 一个挺好的平台叫Canva 其实这个Lesson Design都是找PoWeb里面的 Checkbook帮忙专出来 我看这个Problem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讲讲你的Context I'm a teacher teaching S1 student computer literacy 我想学生用Canva的Website 去设计一个个人的Poster Focus on创意Creativity 我想有个Lesson Design 现在有这个PoWeb里面的Checkbook 真的可以帮你加一个这样的Lesson Design出来 是做到的这个 当然这个结构 基本上都是AI比的 那些字可以再改 再fine tune 即是符合你那个班级或学校的需要 但是那个时间就省了很多的 那我们一起试试 好 我们来看看PoWeb里面 今次我用这个Clot 3.5 sonnet 那每条问题是收215分的 那我就选这个 就不用4号那么迟 因为似乎它 就是Captor放上去给它认 它看图像里面的文字 或者图案似乎好一些 还有它吃PDF问题都少一些 那譬如刚才的Prom 就是叫Checkbook 做一个Lesson Design 用Canva网站设计一个poster 这样扔给它 那它真是会帮你 做一个课堂设计出来 那当然你可以慢慢再修改 但是它有个网制了给你 那基本上是半公倍 即是快很多 那其实Joe呢 就顺便做一个Rubricks Give me a Rubricks Based on this Lesson Design 就是根据这个防农事件 反正它都将这个Lesson Design 那假设你又会慢慢再修改 那我现在当这里改完了 其实顺手叫它将Rubricks 即是评分Mutient 那或者Focus More on Creativity 我想强烈多些创意的 那它就会去Jing 那当然这个标准 你就看看刚刚用 那这样 但是都是有板有眼 以前我们可能上网Google去找Rubricks 都很多的 不过现在它Jing 帮你整理了 都看起来是非常make sense 即是它的余創性 表不表达到个人的风格 那些颜色 视角上不坏 Layout 以及构图 即使用那些Canvas的工具 那样 用得的 看一看 100分 OK 即有个Rubricks在这里 你就可以叫学生交功课 假设有Rubricks 假设你的Rubricks 最好给学生 即扔给它 等他们做工课的时候 又知道标准 原来这样才叫好的 给你的初中学生 中医 即有个ID 好 接着到他们交功课 这样 这些呢 就是 就是100分的功课 这样就 因为收回来 基本上都是图片来的 那就是这样 那以往呢 我都说自己改 就是人续改 一向都超过30年 都是这样改 但是现在想用自己的时间来改之外 还可不可以用AR的checkbook 帮手去做评分呢 那除了打分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可不可以给一些更加详细的feedback 研究自己出 feedback是有效帮助生 改善自己的作业呢 或者作品呢 的一个方法 即起码都告诉你 有些什么地方可以再改善 好 那这些100分功课 好 那现在呢 可以试试多另一个方法呢 去呢 就是checkbook呢 去改 好 假设现在呢 你的新设计定了我就是这样 那跟着你的rubix 定了我就是这样 如果你有再改呢 那你就要再重新将那些rubix 或者新设计 copy and paste 再订给这个checkbook 那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就 当这个就是了 那可以立刻呢 拿它来改功课 即试试看这个效果是怎样的 好 例如呢 我们选择这张 好 选择这个同学 这个比较简单些 看下去 好了 跟着呢 那plot是怎样写呢 就是 Based on this lesson design 根据刚才我们那个 课堂设计 and the rubix 刚才刚刚叫它jang rubix 那那个chip 他会记得的 那个clock 他记得 这个我们叫context window 他要记得 你之前问他那些什么 和那个内容 那我们可以叫他 给分他了 好 这个problem 可以这样写 比如假设有两个task 第一要打分 Task one就是mark the the following pask 好 先去初字 pask one 这个呢就是 mark the attach student pask pask give t give treet back to the student using a growth mindset 这个挺重要的 是不是 我们学过那些growth mindset 的理念 那现在是大派用场的时候 那可能叫AI去做 那他都真的懂这个growth mindset 那 好 去 好 那他真的给分的了 那看看多少分呢 八分 八十四分 就是B 或者这张poser 其实比较简单 如果我给呢 应该会给C 是的 C或者D 太简单了 就是你用Canva 就是 都很多template 给你选择 应该多放些内容的 还有穿初字 是不是 那所以 如果我给他会给C 那这儿呢 他似乎比较 比较松手一点 你可以叫这个checkbook 就是再调价 就是 或者这样 你可以先改几份 那 那告诉他这几份 功课就是 C B C A B 那你根据我给分的松紧度 去 再给 剩下90张poser的分数 那这儿呢 那这儿呢 其实可能要做些调教啦 不过呢 我们暂时接受他先啦 比较松手 在中国上 松手一点啦 那他就 他会跟回 他刚才 他将那些rubix 去做 这个是重点 如果叫我去打 一些comments 那样 feedback 就是给分的重点 都真是几难的 就是做不了这么多的嘛 但是他是 template AI的program 来 他就可以将到这么多 博用出来 那我们看一下他准不准啦 那另外 personal expression 是啦 那你见到他AI都准备了 其实他认到那个学生的名字 就是他的OCR是可以的 Haley 那样 表达到他个人的 兴趣 和photo 是吧 是啦 我们开着 再来看啦 也有些他个人的照片 那样 和兴趣 那样 接着看一下feedback 那样 有什么值得改善呢 那这里他用正向思维去 给feedback 那这个是 几值得欣赏 就是问题 你给个promp 这个是什么的 你叫他用任何你想他做的方法 他都尽量会触你的需求 那他觉得都用了Canva 基本的工具 但是似乎都没有什么用到那些 更加advanced的features 就是做多些layer 是不是 做多些 就是帮你poster 交多些深度 那另外 因为他又没有说内容 比较少一些 就是他给分比较松一些 那可不可以收紧一些呢 好 我们下个promp for this student poster i would only give seventy something mark 那这样 我会说 我会给70分了 最多 c 那接着可以叫他regrade 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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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行不行 那他真的会按你的心 因为他是checkbook来的 AI 你叫他做什么 你promp他做什么 他尽量做 他真的给六合八分 哈哈 鬆筋袋可以调教的 是的 那这个可能呢 那这个可能呢 就会令到他好像符合你的要求 老师的要求 就是你平时比分的标准 那看一下你想怎样做的 其实 你这个松一点 是用你的心意去做 好 那你看到AI 跟着呢 就是调整了他的评分标准 就是松紧度 那可以继续用这个 就是standard去改 下一张 看看他效果是怎样 好 这张 那我再下个promp based on this standard mark this student poster 那你以为你可以呢 再叫他做taskman taskbook 你以为你不打呢 都可以的 他应该记得上一次的promp 好 改改一下 那基本上 用这个的standard在标准 或者在松紧度 就是再做taskman task2 好 再来 好 这个还没记得分呢 这个呢 就是给b的 那我看一看 那看起来呢 内容都多些的 是的 那就 那个layout有些少少嫩 那样的 多些颜色都夹了 但基本上都显示他喜欢蓝球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那明显好 刚才那个 因为刚才那个呢 内容都有一些欠权 这个 丰富很多 应该b 至a之间 不过b 都make sense 刚才那个水平 那你见到呢 一样用回刚才那六个角度 那这些comment 可以直接给学生 comment paste send回给他 或者经LMS email 或者一些chat software 那另外呢 你见到那个 AI 他真是认了学生的名字 Kiley 那样 poser有他的名字 是的 在头顶这里 他真是懂得看的 他不会见到movie 是他的名字 他不会觉得personal 是他的名字 他真是知道 这个是他的名字 Kiley 他不是经常抄了字的 所以他是有这个intelligence 在这里 这个是他叹的地方 好 那接着呢 就是growth mindset 的feedback 基本上就是 是的 如果你要用我 一个人的路斯 自己的时间去写这样的feedback 和写一篇文章 没有分别 基本上都是相当花时间 基本上都很难做得到 一个人的力量 那何况你说要改一百份 一百份这样的功课的 这样的quality的feedback 没有可能 就是用人去做 或者你有几个人做 都还可以 那现在有AI 其实就是好像要请助手一样 就是AI就是你的助手 你指揮他做 不过就要make sure check check他的compan 很快立不立 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基本上呢 你check他有没有问题 远远是用的时间是少过 你自己砌石仔 逐个逐个砌的嘛 这个肯定是事实 好 然后呢 或者我们再看一张 那这张应该就比较 就是设计比较美一点的 那看是AR会不会A 就是很简洁的 但是呢 简洁得很整齐 那些字啊 Front size 有大有小 那些插头在旁边 做得很好的 那应该有A 我猜 好 好 我们呢 跟着呢 又再prong了prong了 看看他给多少分 好 这个prong了 based on this standard 是这样呢 complete task 1 task 2 今次看看AI呢 又给多少分 我认为应该要给A 那样 那次高分的嘛 他真的 make sense的 啊 9分 那你发觉你prong了多呢 你大概猜到AI呢 那个评分的水平 去到变成 慢慢可能呢 就是要有一些调教 就是 其实最好可能 你自己人肉改几分先 那 跟着呢 就告诉他 A B C 那他就会 根据你的 鬆紧度 去评 其他 就是 90分的功夫 那样 最重要 都不是分数 分数 你可以调教 可以调整 最重要的就是 那个feedback 我自己觉得 就是可以拆小了 那六个角度 那样 原创性 个人挑战 颜色 layout 工具的运用 还有呢 有没有创意 那样 那这些是 比较重要的 还有呢 就是growth mindset 的feedback呢 那都是 对学生会有 鼓励状啦 是不是 因为他的poser 他的设计 那当然 可能这里呢 如果你嫌太多字呢 可以叫他 比较少一点的 例如 let say 这里呢 feedback呢 就太多了 那样 那可能呢 叫他 比较少一点啦 let say 譬如可以限制 字数的 譬如你设计100个字 那样 那样 用字数限制 就最简单了 那要他重写 重写这个学生的feedback 是 那他真是短一点的 是的 这个就是 further improvement 那就精盖一点啦 那学生看呢 都会容易一点的 就是精盖 那些就不用 那么长篇大论的 那样 那所以呢 那AI就很flexible了 视乎你给他的prong 是怎么样 那我用这个方法呢 那我用这个方法呢 给feedback呢 我觉得最大突破的就是 你会给到很多quality 和quantity的feedback 就是质同量都大大提升 那你可以呢 立刻将那些feedback 都给回到学生chloe 那我传一些 就是 就是 AI的feedback 给他呢 那他之后 如果他有时间呢 会再进一张好一点的 那几日之后 他真的做了一张 是的 之前是这样的 那我用AI的feedback 给他之后呢 就是这样的 那么第一张 它比较複雜一点 比较混乱一点 就是很多资讯 不过那只眼呢 比较累 没得休息的 第二张呢 有些空间 有些留白在那 好一点 那会让学生呢 就是比较具体知道呢 他用哪个方法改善呢 才是好一点呢 那这个以往呢 比较难做到的 那呢 就是一个人的时间有限 那现在好像多了一个助手帮手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好处 那我这次也是第一次 用AI的帮手呢 就是改学生的作业功课 那就是白饭那样 那ABCD的分数那样 那我就略嫌 稍微就是 A1给得松手一点 那下次我会再做好 少少的calibration 就是可能呢 我改几份试 跟着呢 跟着呢 跟着几份的分数标准呢 去做那个market 那就可以 就是做回平时那个 就是手松手紧的程度 那但是呢 就增值在那个feedback那里了 那就是 改的时间都未必有短度的 就是都很花时间做个copy and paste 那将来其实 或者都不用过去改啦 学生都懂得promp的嘛 你主要教学生 懂得promp的AI 那他交了post之前呢 自己promp自己的AI 问一问他AI 究竟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善 那一个自我完善的一个教法 那就更加好 就是不需要一个老师去promp的 其实 你教学生去做 是不是 那他自己去做呢 那就最好 就是 可以做到自评的一个效果 那就是等于 俗语都好句啦 受人以愚 不如受之以愚 你给一条鱼比较生食 不如教识它钓鱼更好 那这个是一个我的想法 好了 我们这条片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